小球的 猪猪球的 你看 孩子也被囚禁 哎呀 这可很难得 众所周知 我是这个家里最不受茂密待见的 猪 福智哥对我避而远之 芬儿哥对我时刻警惕 白老师对我爱搭不理 我和一只白老师 终于有个忙的手脚了 我可以使你比较熟 哎呀 打扰你了 不好意思 你继续 剩下的就是来者不拒的海王膏 高音还是比较容易弄的 高音 过来吗 高音 高音现在没那么主动 高音 和每天都想要拍屁屁的 猪头皮 来嘛 怎么说 怎么说 想干什么 吃饭 怎么 Let's go 怎么 Let's go baby 不是吃饭 想干什么 拍屁 猪皮 每天不分时间和场合 猪皮 工作的时候 休息的时候 打坐的时候 都要拍屁股 来吧 每天都要成立 这卑微的父子关系 让我的内心有了一类类的慰藉 只有你最爱的 但我也不是全无办法 不想说 你要我的衣服 居然还想让我给你喂饭 比如说喂饭 喂零食的时候 可以小撸一把 这么 喂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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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脸皮有点痕了 干啥呢 没有吃这个牛鸡 感觉有点傻乎 慢点 慢点 跟着老母亲混 可以称一番 现在可以称分 你要去吸他那肚子 干 买胸胸 你可以啊 你现在也可以埋头啊 你去埋头 我确实可以 嗯 味不达的 但是不能吸胸了 可以吸胸了 你只要吸胸了他就会走 你搞一下嘛 我都可以 你看他要走 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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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贺卡的五周年快乐 哎呀 你咋没写铁闷呢 等一下可以沾老母亲的工 老母亲可以把腹肤片过 腹肤哥 腹肤 吃个懒药 妈妈 妈妈 现在腹肤哥 腹肤哥都是水的水 就可以盘上腹肤哥 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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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是我 是妈妈 对 是妈妈的妈 就是 嗯 变成了我 就是折得太软了 要发费 当然通过我的摸索 还总结出了一个终极吸猫技巧 小猫咪一动不动等一来吸 这就可以让捞在我的肚子上 哈哈哈 这一招就是我发明的终极吸猫大法 叫做球掌 你看 现在完全不用我用手 干啥呀 咬舌自禁啊 咬舌自禁啊 咬舌自禁 嘿嘿嘿嘿 小猫咪 现在进来 太软了 慢慢接进去了 哎呀 求住了 求住了 哎呀 这可很难得 哇 走了哈 嘿嘿嘿嘿嘿嘿 好 好的 差不多又要花一周的时间 来缝补我和猫咪之间的父子情呢 养猫五年 很多生活习惯都被猫咪所影响 当然更多的时候 都在满足于被猫咪所治愈 五年相册合影 长胖的肌肉 以前真的好瘦哦 你看 这是我们第一次拿奖的时候 然后就逐渐开始变胖了 这是我们今年拍的第一张照片 在一起度过下一个五年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